就是Billy姐disco的天后 我和Misco教你个节奏 当你自然点点头 一边听着一边动 走出来真一霾 Billy和新人葛仲山 合作这一首甩一甩 仿佛也象征着 把病痛甩开 所以我每天会打坐 我穿这样子 你看我这么低调 我这么低调的人在打坐 每天我就是会尽心 其实打坐就是 让你的心静下来 再次重回荧光目前 蹦蹦跳跳 这次的鲜明造型和复古的舞步 可全是由Billy一手打造 我以前就是细皮 所以我的collection 都从以前到现在 然后又加上自己出国的时候 我也会收集一些 所以时尚嘛 永远离不开刘苏 卯丁 说起造型 Billy是侃侃而谈 因为想当年 她可真的是引领潮流的 disco天后 天生的皮衣皮裤 在那个保守的年代 Billy总是走在时尚的尖端 自创令人印象深刻的舞蹈动作 还有专属于Billy的独特嗓音 不仅在演艺圈独树一格 还让Billy成为很多人模仿的对象 你好 Billy小姐你好 不不 不 不 这是 刚才那个动作 就不太适合我了 怎么也有这种的呢 看我空空如也 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多可怜 我们一定模仿不像的 超级热爱鲍文 不管是身上穿的 日常用的 还是家里摆的 都要是鲍文的商品 也成为Billy为人熟知的特色之一 可怜 鲍文的 鲍文的可怜 好疯犯 哇塞 对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是不是会有输了 你真的 输了 哇塞 这个买不到 不过总是充满欢笑的Billy 却在2007年罹患了癌症 抗癌路上 多亏有了儿子周汤豪的陪伴 让爱漂亮的Billy 努力找回健康 顶着旁客头 现身儿子的演唱会 谢谢你在我最脆弱的时候 她带着 她带着她的电脑 陪我住在音乐里面 完成了她的第二张专辑 剧场有点好笑 带电脑 谢谢 有了家人的爱 再靠着自己最爱的音乐舞蹈 Billy成功对抗病魔 要再次用她时尚的造型 开朗的笑容 让观众知道 那个我们熟悉的 disco女王Billy 真的回来了 记者胡客厂 陈振茂黄欣怡采访报导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